应该说每年的二三季度都是外资企业利润汇出的高峰的季节 那从近期的情况看 今年的我们外资企业的利润汇出还是保持合理有序 总体保持的是一个平稳的发展态势 这个利润汇出对我国的跨境资金流动和外汇供求的影响是可控的 利润汇出它并不意味着撤资 它与外商职业投资资金流入应该说形成了良性的一个循环 由于中国良好的经济发展前景 能够给国际投资者带来比较好的投资收益 稳定的回报 所以外商来花长期投资的意愿持续是比较强的 除了新增的投资资本金 还有股东的贷款流入以外 很多的外商投资企业都是把利润的相当一部分 用于再投资 那与其他的主要的经济体相比 我们也计算了一下 中国的外资企业利润用于再投资的比例 处于较高的水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